海南夜岛拟剥离房产业务股权专注做酒 年内已频繁加码酒业投资 11月12日晚间 海南夜岛公告称 你通过海南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参股公司 海南夜岛阳光置业有限公司40%股权 本次挂牌价格不低于40%股权评估值 经公司内部测算 若本年度完成股权转让 立即将对公司当期产生税前收益约2000万元 海南夜岛还表示 公司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权 将专注于酒业业务发展 对酒业生产 销售 品牌建设等集中投入公司优势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 海南夜岛早在今年上半年 就开始频繁地加码酒业业务 发力方向涉及降乡型 草本老白干乡型和草本间乡型白酒 回过来看 2021年3月底 海南夜岛与四川一府春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约 共同投资成立夜岛粮造酒业有限公司 将推出草本间乡型白酒 2021年4月28日 海南夜岛与河北横湖原酿酒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 共同打造全新草本老白干乡型夜岛粮造 与河北横湖原酿酒有限公司签约同一天 海南夜岛还宣布 其全资子公司海南夜岛酒业发展有限公司 与贵州省仁环市茅台镇糊涂酒业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 设立贵州省仁环市夜岛糊涂酒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3亿元 对于以上酒业战略规划动作 海南夜岛曾在半年报中提到 三个月的时间内 公司已完成了对农乡 清乡 酱香三大主流白酒乡型的战略布局 这也标志着海南夜岛打造百年夜岛的发展目标 已正式进入第一阶段的实施步骤